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本禅师生于南宋末年 元朝初年之时 佛教发展到当时 禅境融合是中土佛教的一种趋势 相传宋朝永明言寿禅师 他所作的饲料碱 在禅境思想的融合具有重要的地位 永明禅师曾说 有禅有净土 犹如带脚虎 现世为人师 来世做佛祖 在明本禅师的中风广路中 曾经有三次提到饲料碱 可见禅境思想 对明本禅师的深刻影响 然而禅着重于自身的努力 以求民心见性 禅则是仰赖佛力的旧吧 两者看似南云北侧 那明本禅师是如何融合二者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中山大学中文系 吴孟谦教授来跟我们解说 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明本禅师它禅境融合思想的特色呢 好的 那我们知道明本禅师 它的这个禅的思想 事实上是遥遥地继承了 南宋的大会宗稿禅师 它的这个看化禅的思想 看化禅 所谓看化禅就是参就话头 那在南宋之后非常地盛行 那但是呢身为一个禅师 这个中风明本禅师 他依旧呢大力地弘扬净土 他把禅跟净做了一个结合 然后有所谓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这样一个说法在唐代 其实已经略见端倪了 但是事实上到了中风明本禅师 等于说可以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 那我们如果去翻阅中风明本禅师的这个文集呢 可以看到他其实提到禅跟禅的结合 如何汇通在一起呢 禅师说这个净土也是心 禅也是心 那这个既然都是一心的话 自然能够不二 可是这个不二的意义是在于说呢 这个净土跟禅 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应该要去了解一下 其实净土跟禅的目的 无非都是为了要了生死 那这个迷生死 究竟是如何而迷的呢 是因为迷了本性 才会流转于生死苦海 所以如果能够动彻本性的话 就能够不迷这个生死 既然不迷生死 那在这个动彻本性之中 禅与禅自然就无所分别了 对 那当然呢 如果我们就这个角度去讲的话 我们又可以看到中风明本禅师 他提到的另外一句话 就是禅是净土之禅 净土是禅之净土 所以后世呢 就比如说明朝的云妻诸宏 李延迟大师 他就时常引用 明本禅师这句话 去讲这个禅尽双修 那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知 不能够轻易地把明本禅师呢 就认为说 他禅跟禅要同时地去修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明本禅师的思想而言 刚刚我们讲到说 这个禅跟禅是在一心之中统一起来 那这个一心呢 事实上是就心的 这个本体而言的 所以禅与禅是从体上去统一 可是就世修上来讲 明本禅师非常明确地表明 必须要一门深入 就是明本禅师主张 禅就是要专修于禅 禅就是要专修于禅 所以这个所谓的禅禅双修 或者说禅禅合一 这个名词有时候我们时常惯于使用 会把它这个混杂在一起使用 但事实上我们这个精确地去分析的话 所谓的禅禅合一里头 究竟是指禅禅在离体上的一致 或者是在世修上的这个双修 这其实都有一些分别 那就明本禅师而言 它是就离体上来讲 它是一致的 可是世修上 它却主张要一门深入 这个是它禅禅融合思想的一个特色 所以它认为说 它们在礼上 它们有一致的地方 对 但是如果在修行进度上 你禅就是禅 禅就是禅 还是要分清楚一点的 是是是 那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明本禅师作为一个禅师 他为什么要来提倡净土 他就一直专修禅就好了 那我想明本禅师 他的用心是 希望能够接引更多的众生 因为我们知道净土 它就是三根仆辈的一个法门 所以他希望能够再接引更多的 中下根基的众生来修行 那当然同时 他也希望能够提醒禅者 这个即使是开悟的禅者 也不能够自满 他能够反省到说 事实上开悟以后 还有非常多的 无始以来的习气 需要去消融 那所以这时候 物后起修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物后修净土 不但是明本禅师 已经有这样的思想 后来他的学生 天汝为则禅师 也将这思想继续地去发扬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有清楚脉络 在看待禅境这两个法门的 是的 对那明本禅师其实有一部著作 叫三十系念 对 因为最近这个肺炎疫情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道场都有在拜 对啊 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这一部著作 是 三十系念当然是明本禅师 非常有名的一部 关于净土的著作 而且就如主持人说的 到现在都还非常广泛流行 我们可以看到像 佛光山 法谷山 乃是静宗学会 他们往往过去也都会在 比如说清明节 或者是七月 农历七月这个孝庆的 节日之中去举行这样的 起见这样子的道场 来作为一种 圣中追远的表达 那这边简单说 这个三十系念 事实上就是 透过一个仪轨 来让这个修行者 参与者 他们能够将身口意 能够系属于佛 这个念头系属于佛 然后这个能够 求生西方净土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 事实上明本禅师 它是很有深意的 有时候一般人 他可能不见得这么的 去清楚的了解 明本禅师在著作这一本 书的时候 它背后的思想脉络是什么 那就可能只是当作一个仪式 但是事实上明本禅师 它是透过我们念佛之心 去体达这个法界信空之理 所以事实上它背后 还是有一种 唯心净土的思想在里面 它还是有一个 禅境融合的思想在里面 所以等于说 它在禅境融合的提倡里头 它之后等于说 透过三十信念的仪轨 然后有一个实践 透过仪式的实践 让大家清楚去了解说 所谓的禅跟禅的修行法门 对 那如何去从离体上 把它给统一起来就对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那在这部著作当代 就是明本禅师那个时代 是不是也有相当的影响性 对 它当时事实上 著作这个三十信念出来 它因为它是一个 可以具体操作的一个仪轨 对 所以不只是一种 哲学上的抽象的思辨 我觉得它这个著作 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它把所谓的禅境融一 这样的思想 落实为一个可操 具有可操作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践法门 所以再加上说 它能够射受许多 虽然它背后的思想很深 但事实上一般的老百姓 它假设有心 它想要超跌祖先 它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仪轨 射受在这样一个 大众共同的活动里头 去尽到它的一份心 所以它在这个普及度上面 也是可以比较广泛的 对 因为老师您刚刚有 提到一个算是关键的路 叫天儒为者 是 对 它等于就是它的徒弟 帮它把它再程序下来 对 然后老师刚刚您有提到一个 蛮重要的重点就是 因为它能够三根普遍 然后它的广泛性够 普及性也很强 对 那有的或许它无法理解 离体那个部分 但是它还参加这个仪式 是 它可能觉得它很发喜 很发喜 它很开心 然后它也可以尽到一份心力 那从中它自己也觉得 蛮自在 安定的 有一种安定感 所以好像仪式这个 对于一些宗教来讲 还是蛮需要的 是 那或许 因为它是透过仪式 让很多人能够参与 对 那或许也是现在因为这个 肺炎疫情 对 然后很多道理都在起见这个法会 或许跟老师您说的这个重点是一致的 就是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参与 然后获得新安 那有一个也是一个祝福 对 也是一个祝福 对 非常感恩老师 谢谢说 感恩 哪里 感恩 禅 禅 讲究至心一处 禁 讲究一心不乱 二者其实有共通之处 明本禅师提倡禅禁两个法门 一来是自身的法脉传承 二来是思考到佛法的普及民间 让他能够涉受更多的友情 同归佛道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稍后请继续收看高僧传 中风明本禅师 请继续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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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